我要一杯冠英塔姐 沿鎖首遙影強制標示上路第一天 業者配合政策 趕緊和消費者解說 每一杯飲料的話 他有針對他的甜度 做一個家常的標示 但仔細看一大間飲料店 緊急在櫃台前小角落 擺上有茶葉產地 與糖量多寡的立牌 如果沒有店員解說 很容易被忽略 可能會忽略 為什麼 因為就是他放那個牌子 我們可能會以為 那是新上市的飲料 可能比較小一點 但是就是還是你可以看得到 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家全台擁有 千家分店的飲料店 坦承強制標示上路太趕 全台只有五家旗艦店 有標示 比大家還在趕工就對了 對對對 那原則上來講 可能就今天就會全部把它做好 另外政府規定 只要在杯子或設立立牌 擇一標示就可 菜單字體最小只有0.2公分 立牌字體最小也只要2公分 根本看不清楚 像咖啡標示 要求咖啡藥衣 不同濃度 標示紅黃綠等符號 還要名列咖啡豆來源 以及有無混咖啡 字體這麼小 根本看不清楚 咖啡音就是那個什麼 吉大卡 吉大卡不是咖啡音 第一線的員工也不了解 正確的標示該有什麼細項 而且看板上的字體 恐怕得用放大鏡才看得清楚 還有速食店員工 根本不了解要標示 標示新規上路第一天亂象不少 如果遭發現標示不實 最高將開罰四百萬 但目前還只是勸導階段 現代人越來越注重割下去 飲品的安全 業者沒按規定標示 消費者恐怕也會按字給負評 記者下句點喜歡台北採訪報導